当地时间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下午午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海湖庄园。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停车处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留念,亲切交谈。 谢谢大家,谢谢。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了特朗普外孙女和外孙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 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我同总统先生保持了密切联系,进行了多次通话和通信。 我很高兴应总统先生邀请来美国举行这次会晤。 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更多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 中美关系今后45年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下阶段,双方要规划安排好两国高层交往。 我欢迎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可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 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 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 双方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 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 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